大家好,歡迎來到白白過恩,我是白白 今天呢我們要來討論兩岸讀音上的差異 那會拍這支影片呢是因為我有很多的影片下面都會有一些中國大陸的觀眾留言說 為什麼這個字你們台灣人會這樣子念呢? 或者是為什麼我會讀這個讀音喔 那每次我看到留言的時候我都會想說 我沒有念錯字啊,可是為什麼觀眾會有這些疑惑 那我後來就發現這些留言呢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兩岸讀音不同的關係 產生了一些覺得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讀的疑問喔 那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我這個頻道裡面曾經出現過的一些兩岸讀音上的差異 然後呢還有討論一下之前我去大陸旅遊的時候 也有發生一些因為讀音上的差異而產生的溝通上的問題 然後呢也會一起來討論這些讀音上的差異可能是出自於什麼原因喔 好,那我們先來看呢第一個讀音上的差異就是我之前拍那個唐宋八大家影片的時候呢 其中有一位蘇氏的弟弟,那我們台灣都稱他為蘇徹 但是呢這個字的讀音在中國大陸都是念為折 所以在中國大陸都會叫他蘇折 那我們看一下觀眾的留言喔 觀眾的留言就有提到嘛這個字大陸都念折 然後呢還有一個觀眾提到說台灣的話是念南遠北徹嗎? 對,我們是念南遠北徹 可以看一下我們台灣的詞典 這個字只有在當方法的時候念折 其他時候都念徹 所以我們只有沒折了的時候念折 其他都念徹 那在我頻道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比方說呢像是包瓜 我們基本上都講包瓜 瓜這個字在我們的詞典裡面也有括這個音 但是我們日常通常都是講包瓜 像是這個觀眾也有提到 這是我考高考的時候他有說 幸虧第一題拼音沒有考包瓜 我考的時候其實沒有拼音題啦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詞典 我們的詞典就是念包瓜喔 然後呢另外還有像是和題 和題我們在台灣這個字都是念題 但是在中國大陸念滴喔 所以念和滴 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在看一部那個 杭州好像是杭州的旅遊紀錄片吧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是講蘇滴 蘇滴跟白滴喔 那個時候是我好幾年前了 可能已經國中還高中的時候看的 那個時候也想說 欸為什麼會念蘇滴還是白滴 但如果在我們台灣就是念蘇提或是白提 那再來呢還有像是這個讀音喔 這個讀音這個字呢 如果中國大陸的觀眾會念成百數 一個木在一個白 但是呢在台灣這個字我們只有柏這個讀音喔 所以我們都念柏油或是柏樹柏拉圖 但是在中國大陸可以念成百 然後還有一個也很常在我的頻道當中被提到的就是混淆 混淆我們都是講混淆 但是如果中國大陸的觀眾會念成混淆 那我這整個頻道排行第一名最常被質疑念錯音的就是漢這個字 就是我漢你的漢這個字 如果呢這個字之前就有觀眾提到說這個漢在台灣是多音字嗎 你們怎麼讀成漢這個音呢 這個漢在台灣的確是多音字 然後我們看一下詞典裡面的解釋喔 詞典裡面的解釋有非常多個讀音 總共有六個讀音喔 然後如果當作與的意思就是我與你或是我漢你的時候 念漢或是和都可以喔 那以上呢這些是我頻道當中常出現的讀音上的差異 還有一些差異是我在旅遊的時候發生的小趣事 比方說呢有一次我在那個山西的飯店 山西的太原的飯店 然後因為那天我的垃圾桶已經滿了 我就想請服務生幫忙清潔一下 然後我就跟那個服務阿姨說能不能夠幫我收一下我的垃圾 幫我收一下我房間的垃圾 然後那個阿姨就滿臉疑惑的看著我 然後我就在想說我講錯什麼了嗎 他就不太懂我的意思 然後後來就想啊不對不對這邊不講垃圾 我後來就跟他說幫我收一下我房間裡面的垃圾 然後他就聽懂了 所以呢因為在我們這邊講的是垃圾 但如果在中國大陸會講垃圾 然後另外呢還有一次也是我在飯店的時候發生的 我在問那個服務人員就是想要用中國大陸有一個很好用的APP 如果台灣的話我們會叫吸塵 因為那個字對我們來說就是念西 但是也是我要問那個服務員說 就是我想問他吸塵裡面的幾個功能要怎麼用 但是當我跟他講吸塵這個詞的時候他也聽不懂 後來我就打開我的手機給他看那個APP 他就喔是斜塵阿 對這也是就是吸這個字在我們這邊念西 但是在中國大陸會念成斜 所以有時候因為讀音上的不同 當你提到這些詞彙的時候 可能中國大陸的朋友也會有一些疑惑 那我們總結下來會發現兩岸的讀音有很多的不同 那我這邊放幾張表格是一些常見的讀音的不同 那這幾張表格都是我從網路上找下來的 所以這些表格都很好在網路上找到 那今天也放在這支影片給大家看看 兩岸的讀音差異呢是語音演變的結果 因為就現實因素來說兩岸目前是分治的狀態 所以對於語言文字的看法當然會不同 自然呢也形成了兩岸語言文字各自的標準 而且呢這套標準也會隨著時代不斷的更修 所以兩岸的語音產生差異就是很自然的現象 那呢語音產生差異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幾個比較常見的原因 幾個比較常見的原因 像是第一個是側重的方言不同 比方來說呢像是中國大陸的這個大脖子 這邊要唸大擺子 如果在中國大陸的話要唸大擺子 這是因為採用了北京方言的緣故 可是在台灣呢我們沒有採用這個方言 那台灣的我和你這個和的讀音其實也是採用了方言 但是在中國大陸反而沒有採用這個方言 所以有時候呢是因為採用的方言側重點不同 因此導致語音產生的差異 那還有呢台灣有一些讀音是保留了文言文的讀音 比方說社工浩龍 這個字在我們這裡還是念社 但是如果在中國大陸已經變成是夜工浩龍了 另外呢台灣還有很多文言文的讀音也有保留下來 比方說像是風雨的雨 如果當動詞的時候是要念玉的 然後還有遠方的遠 如果當動詞的時候也是要念四聲怨 這幾個讀音在台灣也都有保存下來 像是下雨玉人當動詞的時候要念玉 然後還有還有像是怨小人或者是進鬼神而怨之 這幾個如果當動詞的時候都要念怨 這些呢在台灣的詞典當中也是有保存下來的 此外呢還有因為簡體字產生了同音替代或者是異體字合併的現象 也導致了兩岸的讀音是不同的 比方說呢像是我之前去長沙玩的時候 長沙到處都有茶顏月色 那個時候我就想點一杯飲料 那一杯飲料呢對我來說如果我會念風吸綠桂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字對我們來說就是吸 因為我們七息的七有另外一個字 所以七跟吸對我們對使用繁體字的人來說是兩個不同的字 可是如果對使用繁體字系統的朋友來說 吸這個字就可以等於七息的七 所以會很直覺性的 如果是念繁體字的朋友的話會很直覺性的 就知道它是風七綠桂 但是使用繁體字系統的我 當時候我是很直覺性的想說風吸綠桂 但想一想不對不對 它應該是七它是風七綠桂 然後另外呢還有像是這個字 這個字如果在使用繁體字的系統上只會念成邪 因為對我們來說還有葉子的葉這個字 不過如果在繁體字的系統裡面 這兩個字已經合併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朋友這個字就會念成葉也可以念成邪 那綜合來說有非常多的因素導致兩岸讀音的不同 那這也絕對不是誰對或者是誰錯的問題 因為這是語音演變產生出來非常正常的現象 所以呢最後請各位中國大陸的朋友們 不要再說我讀錯音了 我真的沒有讀錯音 我念的呢就是台灣就是一般正常的讀音而已喔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訂閱還有按讚喔 訂閱按讚喔 醫學 digit也喔 訂閱 nano 別忘記訂閱 讚喔 訂閱 讚喔